又有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我拿的 真的不是我拿的了 阿达你听我说吗 阿达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是我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爷爷你问阿福啊 他明明拿了人家的东西 却还硬是要抵赖 真是一个胆小鬼 敢做不敢当 我 来来来 阿福啊 不要急啊 慢慢的说 说给爷爷听啊 爷爷 事情是这样子的了 我跟阿达 本来正在土地庙东边的小山丘上 玩着风筝 就这样 我玩了一会儿之后 我跟阿达 我跟阿达都饿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附近的大树下休息 顺便吃着出门前就准备好的饭团 可是 吃到一半的时候 阿达 他却突然跟我说 他的肚子怪怪的 他要先到庙里的厕所去大便 叫我在这里等他 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然后 我的两个饭团吃完了以后 我就躺在草坡上休息 看着天上的云朵 看着看着 看着 很好玩的 有的长得像兔子 有的长得像野猪 有的长得像野猪 有的长得像爷爷 我的饭团呢 我的饭团哪里去了 我看了一下 发生在哪里见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阿达他又说 阿姑你说 你是不是把我的饭团也吃掉了 是不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没有啊 我不知道啊 你狡辩 这里又没有别人 除了被你吃掉以外 他怎么可能会自己不见呢 哼 阿福 偷吃了人家的东西还说话 真是让人生气 哼 阿达 不是这样的了 阿达 你听我说吗 阿达 爷爷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了 哼 阿达呀 你 难道不相信阿福所说的话吗 哼 我才不相信呢 联屋爷爷 你好 好久不见了 诶 这 你是 哈哈 是我 我是阿文的哥哥 阿贤呢 哎哟 阿贤呢 你是阿贤呢 好久都没看到你了 没想到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是啊 我这几年都在外地念书 工作 工作 比较少回家 现在才来探望您 真是不好意思 爷爷 爷爷 你听我说 我哥哥他 刚刚考上了法官 我们全家都好高兴呢 哇 我不知道 那是做什么的 不过 好像很伟大的样子耶 嗯 嗯 真是不容易啊 可见 你真的是很努力啊 来来来 阿贤啊 你先坐下来 嗯 爷爷说个故事给你听啊 希望你在未来的工作上 能够更加的谨慎小心 以前呢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 他名字叫楼施德 因为他的为人很公正 能力也很好 所以很受到唐高宗皇帝的重用跟信赖 而他对朝廷也有着很大的贡献 就这样 过了很多年 楼施德 他办过了非常多的大小案件 官位也越来越高了 突然 在有一天的清晨 正当楼施德想起床的时候啊 就在这半梦半醒之间 突然啊 他看见了一个 呃 非常有威严的新官 站在他的眼前 手上呢 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册子 神情 带着万习的对他说 楼施德呀 楼施德 你的一生非常的怜悯公正 本来真是该受到加冕与赐福的 只可惜 你曾经因为个人的粗心大意 造成了严重的疏失 因而误杀了两条人命 冤枉了两个无罪之人 死于非命 就因为你犯了这个严重的罪过 所以你当受到惩罚 你将会被剪除十二年的寿命 剪除以后 你的阳寿将所剩不久 唉 真是令人遗憾及惋惜 但是 正因为你 并非是恶意犯错 所以今天 我才先来与你告知 希望你能在剩下的时间里 将未完成的心愿完成 说完之后呢 这新冠 就渐渐的消失了 楼士德一清醒之后呢 随即感到精神 比往常疲惫了许多 后来 他就跟他的朋友们说 我一生向来公正联名 行事谨慎 但是 只因为误判 误杀了两条人命 因此 就要被惩罚 早死十二年呢 你们哪 更应该要小心谨慎 公正联名 不要犯错呀 后来呢 过了没几年 楼士德就过世了 哦 阿贤哪 你明白了吗 当一个人的职位 权力越大的时候啊 他更应该要小心翼翼 谨言慎行 处事更要公正联名 以免粗心犯了错误 有些错误是可以挽回的 但是有些错误呢 是无法挽回的 嗯 爷爷 您说的我都明白 在未来的工作上 我一定会实实地警惕自己 鞭策自己 不让自己犯下同样的错误 嗯 哈哈哈哈 哎呀 原来阿达你在这儿啊 好不容易我可找到你了 哎 哎 你不是住在土地庙旁边的阿春婆婆吗 莲武伯 你好啊 又在这儿乘凉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啊 那 那不是我的饭团吗 哎 好像是 是啊 我就是靠着袋子上写着阿达的名字 所以才想 这应该是阿达的吧 嗯 那 那 那怎么会在阿春婆婆的手上呢 嘿嘿嘿嘿 是啊 我正在扫地的时候啊 突然看到小黄他 正在旁边咬着东西吃 嗯 不知道是打哪来的 那我上前一看 才看到旁边有个袋子 这上头写着阿达两个字 啊 我想到了 一定是这样的 小黄他一定是 趁我躺在草坡上休息的时候 偷偷地跑了过来 把阿达装饭团的袋子给咬走的 嘿嘿嘿嘿 是啊 我想也是这样 所以我才带了几个包子过来 我想啊阿达他现在应该很饿了吧 嗯 是啊 我都快饿扁了呢 啊 这么说的话 嗯 阿辅 真是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都是我不好 我都不愿意听你解释 但是 请你原谅我 嗯 没关系了 阿达 只要你不误会我就好了 呵呵 看来阿达以后 并不适合当法官呢 啊 我 我以后 我以后才不要当法官呢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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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嘻哗lıridge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莲悟爷爷 请问你今年几岁了 我啊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 哇 爷爷 你年纪那么大咯 走路还能走得那么快 好厉害哦 哪有厉害啊 我用爬的都比爷爷快呢 那当然咯 属于爬虫类当中速度最快的是蜥蜴咯 我才不是斗钉呢 我们是小孩 年轻灵巧 怎么可以跟爷爷比呢 等老了以后 你就知道了 看你那个时候还能爬多快 嗯 好了好了 别斗嘴了 来来来 让爷爷呢 下一个我们从小到老 都可能会遇上的事情给你们听吧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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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